看一下,剛剛主要是切割那個什麼 切割兩次嘛 所以第一次是使britz的換行 所以這個是step1 切割把原來是要丟到哪裡呢? 丟到list1裡面去 然後step2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list1跑個回圈 這個回圈 那這個地方-1的話 主要是因為切割的時候尾巴會做一個空的 因為你尾巴 剛好它最後有個換行多出來 但不見得每一個檔案都會需要-1 可能你還要再看一下 最後那個長度是不是多一個 這個可能要自己判,要判斷一下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把最後一個換行自串拿掉 那也就不會多一個啦 反正處理的方式很多 我這邊是-1我覺得比較簡單 然後第二個的話在spre2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spre2的切割痘點 然後把它放在list2裡面 然後再把list2裡面的第一個欄位 就是中瓜壺0 跟中瓜壺1取出來 中間並且加上痘點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記得尾巴一定要再加一個換行 因為printer本身會換行 但是我們串接的時候 不會像printer會有那個換行 所以後面你假設沒有換行會全部接在一起 那就會出錯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理論上spre2就可以存 兩個欄位的這個資料 沒有問題 不過剛剛我有提到 有一個地方就會出現錯誤 什麼地方錯誤呢 就是如果你沒有特別加上這個 斜線的話 有沒有 這個斜線 如果沒加喔 你會發現將來要 繪製折線圖的時候會失敗 為什麼因為折線圖底下的那個欄位資料一定要日期 如果不是日期的話 它就會發生沒辦法 會是正確 我這邊剛剛已經改正確了 然後並且把它存檔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把它存檔 這剛剛已經開過了 把它關掉一下 如果你看那個下方錯誤訊時是permissionl 這表示說你檔案正在開啟 它沒辦法 正在開啟就沒辦法覆蓋了 OK 把它執行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這個我已經加上了斜線喔 不過這邊多一個斜線 這個可能等一下要處理掉 好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 我已經把這個檔案裡面呢 加上這個斜線之後 Rence 裡面空的 可能尾巴這個 Rence.csv S 我這串接沒有加 OK 所以這個 剛剛 把它mark 掉了 然後 這邊縮排 OK 把它執行一下 一樣把它丟進去了 丟進去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看到 這個最後的結果應該就會多那個 斜線 OK OK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個錯誤等一下再解決好了 然後 其他的話呢 日期 看起來應該就是 比較是屬於比較正規的日期格式 當然如果你假設正規的格式 你再去廢製折線圖的話 你會發現折線圖畫出來呢 就不會像剛剛一樣發生錯誤了 有沒有發現 就簡單多了嘛 有沒有 馬上就正確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的那個日期他看不懂 他沒辦法幫你畫那個圖 OK 所以會發生錯誤 OK 你想說問題是我剛剛怎麼解決的 你總不能突發煉鋼 OK 如果不突發煉鋼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把前面四個字取出來 然後串一個斜線 再把 這個 應該 剛剛是零四啦 再把第五第六個字取出來 把它放到後面 然後呢 再加一個斜線 然後再把最後兩個字取出來 串到尾巴 這樣就OK了 所以 如果我假設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需要什麼 把字如何取出來 這件事情完成 那所以呢 我剛剛其實 主要是 再增加一行而已 哪一行 就是在 這個歷史二的地方 我把它算一個 這個位置 那首先的話呢 我在這個切割完之後的這個歷史二 我把什麼 把它的第1個欄位 第1個欄位就是中瓜湖0 把它先做一個處理 什麼處理呢 就是把它前四個字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這個歷史二中瓜湖0 指的是日期的那個欄位 那前四個字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文字的話 記得中間 尾巴再加一個中瓜 前面我們有 有用過類似的 好像在那個全水猶豫地址裡面不是要算那個要取得黨名的時候有沒有 我好像算過它是第15第16個字 所以我就用中瓜湖的方式取出它的那個名稱嘛 所以 將來如果你要從那個一個文字裡面取到第幾個字的話 那可以用中瓜湖來表示 那它的字的話 不是從1開始 是從0開始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從第1個字取的話 記得要用0 0的話是第1個字 OK 然後到哪一個字呢 如果你要到第4個字的話 有沒有 那記得喔 你0123對不對 所以到4頂下來 所以呢我這邊就給它 0冒號4 意思就是我取前四個字的意思 OK 所以1到4就取出來了 好 然後再加一個斜線 有沒有 然後呢 並且 我再來取什麼 取的應該是第5第6個字嘛 因為總共有8 應該是8個字嘛 2023 2023 0406 這樣子有沒有 那8個字嘛 所以我前四個字取出來就是2023嘛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一個斜線 串一個斜線 然後再取出004 04的話呢 剛好是第幾個字 2023 04的話呢 剛好是第5 有沒有 第5跟第6嘛 所以我就跟它講說 4 然後呢 到哪裡停下來呢 到6 因為4跟5 這兩個字嘛 因為從0開始喔 OK 這比較麻煩 有時候從0 0開始真的很難算喔 有沒有 那所以 我們就 4 6 剛好就取得 就是04這兩個字 然後再串斜線 然後再把尾8 尾8的話 第7第8 第7的話呢 後面要減1嘛 所以6 冒號 到 6到7 70下來嘛 所以後面是8啦 6冒號8 這個真的是有時候要轉一下 不過應該可以理解 你應該可以算得出來 如果算出來沒關係啦 你自己再改一下就OK了 反正 字一定從0開始 中間加斜線 然後我就把它串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放到 再把它丟回去給list的0 這樣的話呢 list的0裡面 中間就會有斜線啦 OK 那我把它當字算來處理 丟回去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可是會有 另外衍生一個問題啦 什麼問題 輸出結果 好像 這個蘭惠名稱 他也變成 切割之後呢 他也自己加了兩個斜線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 接著一起算 所以呢 如果假設 你要避開那個 第0個的話 其實之前我想過 剛就把這個 位子把它改成1開始 如果1開始執行的話 可是問題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啊 那我沒有蘭惠名稱啦 我本來想說 我自己打上去 自己打上去好像有點 感覺 好像就是 也是可以啦 只是感覺好像 是不是好像不太聰明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又索性把它改回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乾脆用邏輯判斷好了 判斷什麼 判斷到I就好了啊 如果I假如是0 就不要做 有沒有 然後 他如果不等於0的情況下 才去做底下這件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切割的動作 所以呢 我在這個事情的上面 有沒有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呢 I的值呢 不等於0的時候呢 才去做底下 不等於嘛 不等於0 冒號 有沒有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就把這一行呢 按個TAB鍵 放在 if的 邏輯的下一階 那這個意思說 當他不等於0的時候 才去 串斜線 所以意思說 如果他等於0 他就跳過 不做 那不是符合OK 所以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簡單 就不用說呢 我去掉 這個 鎖影值 1 然後上面加 不過說真的啦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反正寫得出來就可以啦 OK 也沒有人管你說 你到底 你怎麼寫出來的 反正你先寫出來 等到呢 你哪一天呢 你覺得 有把握了 你再來改 OK 因為我發現 不是每個同學 馬上都可以 很快速的把 所有前面講過的 通通融會貫通 其實你說真的 我也沒有加什麼 其實我只有加這個東西啊 但是你會發現 加了之後跟沒加 結果 就大大不一樣 執行看看 所以這邊我就 把他從0開始 然後呢 當他0就不要加 當他 不是 有沒有 所以日期後面就不會有兩個斜線了 就這樣OK啦 對不對 不過如果實在是你不會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改成從1開始 上面再補個 也是可行的 也不難 因為這樣有沒有 如果你不會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啊 放在這個裡面 這樣OK啦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s 他初始詞啊 不 還多一個反斜線 因為一定要換行 因為如果沒有換行 他變成就直接串在後面 就是加這樣就OK了 然後從1開始 如果不做邏輯判斷的話 結果也不一樣 奇怪 奇怪 藍位名稱沒出現 喔 s初始詞 然後s 這個 加 這個串在後面 應該沒錯 可是上面藍位名稱沒出現 那要名稱沒出現 因為剛剛 從1開始沒 那為什麼顯示不出來 因為我們上面沒有print的這個動作啦 OK 這邊上面就有了 當然你說沒有加這個沒關 最重要是我們的那個 檔案裡面有才重要啦 所以這個打開 如果 假如打開裡面呢 也有藍位名稱 也有資料 這樣就OK 最後你們插入那個 折線圖有沒有 直接出來的美元 折線圖有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成功了啦 OK 主要如果你沒修正的話 將來這個資料 他看不懂 就跑不出折線圖 一定要日期都對了 OK 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地方我剛剛主要是 加了這個 從第幾個字 我試一下看看好了